这里就是一元踢爆 陈明勋位在三峡的豪宅 我们实际进到一间盲沛路来看 可以发现说这里大概是55平大 四房两厅两位的格局 每平成交价大约在33万左右 打开落地窗大片山景映入眼帘 不只有健身房还主打温泉会馆SPA 房价近2000万比周边行情多2到3万 大部分都是像老板级的会比较多 2000万对月薪5万上班族连想都不敢想 但台北市研考会主委陈明勋 却被爆出和妻子一共有无比不动产 243万的现金 但也有1895万的债务 远然陈明勋这700元族物事件 碰触了整个柯市府的派系斗乱导火线 市议员忧心正式执政警讯 背后问题是杂牌军派系乱斗结果 柯文哲的柯市府是大名大放 而且内部也不是搞小圈圈 但是难免会有摩擦 内部互相K 那自己在四年之后想要找出路的话 各自想要当山头 这是比较恐怖的 不想一派独大 柯P只带了台大最新助理 蔡碧如几乎没有自己人 但市府由来已只有十几个派系 却在柯P冲突式管理哲学下 丑得水火不聋 听说他们有时候开会 彼此之间目瞭会拍桌子 很生气这样眼睛红的又突出来这样子 表面和谐私下矛盾 不只主持态度很硬 地下官员各有各的作风 很多人当然会认为 林市长他是比较独断独行 所以也有人说他是地下市长 他是给他比较大的一个权利 但是我觉得最后 无论如何还是必须要 由柯市长来做决定 有人说副市长林青荣 做事讲效率强辣作风 传出柯P 前要市府官员勇于对林青荣说不 副手掩然成了不定性炸弹 不同政策的立场上 有时候可能会透过一些媒体 或是对外放话 然后来攻击另外一派 所以会导致说市政府的很多秘密 都会被大家所知道 不同派系不同党 真的可以达到柯P所期望的 互相抗衡牵制 还是成了执政危机 从爱将戴继权到陈明轩 柯P恐怕心中有数 公众才艺新闻 小韩云家好 线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员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羊 转发 打赏羊 信号传出柯PP